另外带你来看到的是为了要加强推动公有建物与土地设置基地台 消除大众的疑虑 促进行动宽屏网络基础的建设 那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与专业的教授是来到了瑞穗乡的瑞祥村 来办理电磁波宣导座谈会 与当地的居民说明基地台与电磁波的关系 以及基地台的运作方式 并透过现场的量测及双向沟通来消除大家的疑虑 为了加强推动公有建物与土地设置基地台 消除大众的疑虑 促进行动宽屏网络基础建设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与专业教授来到瑞穗乡 瑞祥村办理电磁波宣导的座谈会 与当地居民说明基地台与电磁波的关系 以及基地台运作方式 并透过现场量测以及双向沟通消除民众的疑虑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里办这个沟通座谈说明会 最主要目的也是凝聚我们村民的一些观念 我们理性的让大家了解到电磁波 不过地方居民表示还是很担忧电磁波带给身体上的影响 所以为了自己上一旦健康 还是反对将基地台设置在部罗内 辐射的东西它分短期跟长期的辐射 长期的辐射时间一久 自然而然对人体的伤害就构成了 这样子 那么设基地台我们并不是反对 并不是反对 它可以把基地台设到郊区外面去 你听得懂吗 你把它设立到距离部落外面去 你不要在部落的中央 这样子我们都会赞成 在现场的电磁业者说 测道的电磁功率密度是在NCC规定的范围内 但村民仍有疑虑 业者表示会再跟居民做沟通 将居民的意见带回去讨论 记者高双双瑞岁香采访报道 我设计访报道